利率它是怎么影响GDP的 怎么影响失业率的 怎么影响价格波动的 这个利率 它跟公司的价值是怎么变化 是怎么影响价格波动的 其实大家看一下 利率它其实从第一个层面 它影响了利润 利润又影响了自由现金流 而自由现金流是决定了公司的价值的 而价值 公司的价值又决定了它的价格 这又是个原理集的话 大家记住 刚才我所讲的这句话 是一个原理集的话 原理集的知识 送给大家 它是怎么影响企业的利润的 比如说有的公司是需要借贷经营 来进行扩张 或者负债率非常高的公司 他们的利率 利率变化 但他们影响特别大 比如说利率高的时候 他们投资的机器性也会差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家企业 它有自有资金有1000万 它有借贷1000万 利率是6% 总投资是2000万 它的经营的净利润是8% 净利润就是160万 对不对 但是它的利息成本就是60万 它的净利润 它的扣除利润之后 它的利息成本扣除 它赚100万 还到利息之后 它是赚100万 对不对 但是如果贷款利率提高到10% 如果贷款利率提高到10% 那最终的赚的钱是60万 它不贷款的利润是80万 那这时候它继续贷款经营就不划算了 换句话说大家看到 如果利率上升的 它赚的钱就会少 不管它贷不贷款 它最后的利润是比原来的要少 原来是100万 它如果利润上升的 它要么是80万 要么是60万 这个就清楚了 它利润会减少40万 那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 它的利润下滑 就意味着它公司的价格就会下滑 它公司的市值就会下滑 它就这么传导过来的 还有就利润对消费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对于买房子这个事情 300万的房子 你贷款要200万 你贷款的成本 它是会影响你决策的 这贷款成本是什么 就是利率 如果利率非常高 就像巴菲特的说 买房的贷款利率高到16% 你还会买房吗 所以它会影响你的消费 影响消费 影响整个经济的凶化 影响GDP 还会影响汇率 我们说了利差会影响汇率 如果你的利率是百分之 人家是百分之八 钱会放在哪 钱会往哪里流呢 钱一定会流向 是不是 它会抛出这个 所以就影响汇率了 失利率是什么导致的 是需求不足导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生产的东西 卖不出去 我会干嘛 我会检查 检查会干嘛 我会裁员 我不需要这么多工人了 需求不足就会导致失业率 那需求不足是什么导致的呢 需求不足就分为消费需求不足 和投资需求不足 如果是消费需求不足 它一定会发生 因为消费 它里面有个规律 就是消费边际低减的效益 为什么之外 就是我的收入增长 跟我的消费支出的增长不是呼应的 也就是如果说我挣了5万块钱 我挣了100万 我的收入是100万 我的消费可能是20万 但是我如果收入是1000万的 我的消费不会很比例的增长到200万 我可能变成40万 只增长了一点 但我收入可能增长了10倍 它不是这样的 那这些会倒是什么 消费的需求会减弱 这些消费需求不足 然后投资也是一样 投资的 比如说我开一个餐馆 我要把它装修 花50万装修 盈利非常好 我可以赚100万 但是我花200万装修 我可能也是只能增加一点点的利润 我投资同样的 就是投资增加了之后 它的收益率并不会同比例增加 这叫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这个是必然化发生的 正是因为消费边际递减 跟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这两个规律 就会导致经济危机一定会发生 导致需求不足 正是这两个规律起作用 导致经济危机一定会发生 那要抑制经济危机 到来的危害就干嘛呢 我们就要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通过货币政策 跟财政策 我们来增加这个需求 这些宏观变量 这五大变量 一定会促使市场 在某个时候 形成一个阶段性的拐点 当时主要是基于稳增长 稳增长这个核心变量 发生变化了 稳增长一个是什么 GDP的变化 7月28我做出了一个调整 说是这里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因为7月28有叫做 不保今年的GDP目标的 这个声音 来自于上面 第二个就是 美联储的加息 它会加速了 所以内外都会出现了 这样一个变化 一个是利率 一个是GDP 这两个都往 不利于资产定价 往上走的 到了10月28 到10月13后 又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的GDP的 三季度GDP落地了 非常差 悲观 市场已经反映了这种预期 另外一个是 它的加息的动作 开始减缓了 最后一次 5%的加息已经出现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宏观的变量 悲观的因素都释放了 好 第四次的半段 就是3月17号 因为之前有一个扰动 因为我们的GDP的目标 提前释放数没那么高 预期的低 另外一个有一个预期 就是加息可能会50个基点 原来都是异化25个基点 又是一个也是小的拐点了 好 这个判断的依据都是我们所说的 刚才说的五四七级 通过这个来判断 就判断这些重要的一些拐点了 当然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就是很多的重大的拐点 我们都能够通过底层元机来拆解 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说的五大宏观变量 它几乎决定了市场的一些波动 又是什么决定了 比如说利率 汇率 事业率 GDP 通常率这些东西 就能够通常用一个人